第五十八屆广播金钟奖社区节目奖得奖的是 大世界旅行社职人旅行团 我刚刚还在想六个已经没有的两个 接下来终于拿到了一个 生活风格节目奖得奖的是 Daniel 喜琼 做这个节目去年拿到了奖 非常的开心 但是去年的今天 刚好是我爸爸离开的时候 所以今天是我爸爸对年的季日 所以刚刚拿到这奖 我心跳跳得非常的急 非常的喘 不过我今天很开心的是 我把我的幸运女生 我八十二岁的妈妈 吴玉春女士从新竹竹东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妈妈 握握手 竹东市场的女神再度发挥 温世凯 Daniel 喜琼 妈妈 妈妈 真的 第五十八届广播金钟奖社区节目奖得奖的是 大世界旅行社职人旅行团 透过百工职员的介绍 不仅了解不同行业的记忆 专业 工作观与生活态度 更进一步呈现职业与地方的关系 从职业看社区 让我们看不同的在地面向 哇 我刚刚还在想六个已经没有了两个 接下来终于拿到了一个 但是首先 我心蒙 我们所有的评审 课委会 课传会 更重要的是心动音乐电台 所有的伙伴们 因为我们是个音乐电台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节目 然后我们第一年 我们就拿到了金钟奖 其实对我来讲呢 我在想说 社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很多常常被忽略 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们 他们是青年返乡 但是青年返乡里面 它有很多的故事 它有很多的报复 它也有很多的渴望跟失落 可是大家不喜欢听声音音音的故事 所以我们非常天马行空的 我们设计了叫做大世界旅行社 就是把我们的电台节目 变成了一个综合旅行社 我们所有的这些青年返乡 他们就是我们的导游 而他们的故事 就是我们旅游的一个行程 那我们这个的动作 其实非常的浅卫跟大胆 但是套句 前几年很流行的一句话 天使不敢走的路 傻子一路冲过去 我们是社区的小傻子 我们从桃竹苗的社区 我们所有的伙伴们 当然 做这个节目 去年拿到了奖 非常的开心 但是 去年的今天 刚好是我爸爸离开的时候 所以今天是我爸爸对年的忌日 所以刚刚拿到这支奖 我心跳 跳得非常的急 非常的喘 不过 我今天很开心的是 我把我的幸运女生 我82岁的妈妈 吴玉春女士 从新竹竹东请到了 我们的现场 妈妈 挥挥手 因为我小时候在市场 竹东市场旁边长大 台湖粉丝间 中文爱妈妈 教我 他家里面所有的 生活文化的东西 然后 我更要感谢的 这位贵人 对我来讲 很重要 就是当我长大的时候 我开始要去探索世界 那台小 我想要去旅游 大家说 旅游赚不了钱 我说 那台小的走广播 然后大家说 广播更赚不了钱 但是透过旅游 透过广播 我发现到 市场非常的大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别人跟我说 客家文化是小众市场 不可能成为 台湾的生活风格 但是今天 金中奖告诉我 客家文化就是最棒的 台湾生活风格 而这个贵人 就是我的大哥 温世贤 还有我的大嫂 郭于林 因为他们告诉我 Danny 有梦 你就去追吧 所以当年 我跑到了美国 流浪了12年 今天我回到了 这个舞台上 拿到的金中奖 谢谢大家 我给信中主动的 客家子提 温世凯 主动市场的女神 再度发挥 温世凯 Danny 喜床独 新闻 新闻 妈妈 妈妈 真的 太谢谢 太感谢了 一开始他们跟我说 思凯 听说你今年入围了六个奖 破了纪录 有什么想法 其实对我来讲 记不记录 根本不重要 重点的是 很多人都告诉我说 你是斜杠的媒体人 因为大家只认识 我是作家 我是旅游达人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我深耕了广播 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是广播人 所以这个奖 我想是我今天入围的 六个奖项里面的第三个奖 也是最后一个奖 我要送给我自己 我要谢谢我自己 坚持我自己的一个梦想 所以今天我才能够站在这边 所以我要送给所有的 年轻朋友们一句话 梦想不怕远大 最怕的是连做梦的勇气都没有 今天我做到了 以后你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 我们的心中做动的 温时开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